我们是四加二是不是 四条来 部长 局长 本席今天要联名 跟你们算一笔账 我们归费法 归费法第十条 第十条 第一项 二款 很清楚的说 行政归费的收取方式 是以直接财物料 人工及其他成本 第一个就是成本 并审着间接费用 比如说人事事务费用 审着之后来定 所以归费对国家来讲 有归费法做收取的基础 而归费法 这一条的基本精神 就是不能大赚人民的钱 这个同不同意部长 同意 今天的御护照 到底你们这几个月来 多增加了多少 我是不是可以请局长来做 来 局长 多少 我看到报纸说增加了多少 晶片护照从 晶片增加你们多少成本 增加了四百块钱 哦 一个晶片增加四百块钱是不是 不光是晶片 所以今年送进来的税入预算 是晶片护照的预算 对不对 是 好 你知道你们赚人民多少钱吗 你看看 以今年送进来的年度预算 整个领事事务局 你们所有的人事费业务费 所有所有费用 整个领事事务局 十二亿两千一百三十万 算是个小局 你们光护照收入就二十四亿九千零四十万 不谈你们其他签证业务 这赚外国人钱比较多 或者是赚我们国人要送外国的资料的钱 是三十五亿八千多万 赚多少倍 光护照的钱收入 就赚了领事事务局全年预算的两倍 一年的护照收入可以 可以养领事事务局 养两年 我们来看 它成本很贵吗 今天预算算进来今年的护照成本 你们编是编七亿八千四百六十三万 成本只有七亿八 你们呢 归费收入二十四亿九 换句话说 你护照成本是三成 而你护照的利润是七成 这种情况符不符合 归会法的规定啊 部长符不符合 利润七成啦 成本只有三成啦 来本期算给你 我跟委员报告 这个我想我们在领事事务局 我们办理护照的部分 其实不是在谈利润 事实上我们主要是提供这个适当的一个服务 但也反映一下我们实际的一些 你自己说嘛要照规费嘛 好来实际 我现在要做一个算法 把整个领事事务局 全部所有人 你们这十二亿 全部所有人不做别的事 全部当做在做护照 所以呢 除了护照的成本以外 再加上你们其他的费用 整个领事事务局就是护照的成本 加其他衍生费用 你们就只做一件事护照 用这样下去算 一本护照的成本也是699块 换句话说 依规费法 你们只有两种钱可以收 一种钱就是护照的物质成本 一种就是它衍生的人事跟行政成本 你们只有这种钱可以收 而这两种钱加起来 你们一年呢 就是十二亿两千一百三十万 换句话说 你一年整个领事事务局做这件事情 十二亿两千一百三十万呢 你的护照二十四亿你是给人家加倍了 部长 护照减半 我要跟委员报告 这个规费的收入是国库的收入 不是领事务局的收入 我知道国库不能 自己政务官都不减薪 政务官都不减薪 然后呢 去年还加薪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们跟人民收的规费就应该重新检讨 什么东西可以给人民减 你自己加薪人民要减 来人民要减负担 平均算出来一本的成本 就是 就是六百 我算出来了吗 六百九十元吗 六百九十九元 一本的成本 包括你们整个领事事务局 全年所有的人事跟行政费用 就是六百九十九元 所以本席让你们减一半 就是八百元而已 一本八百元 结果你们收一千六 你们不符合规费法 管委员我是不是来做个报告 你们违反规费法啦 要不要这样部长 承担一下要不要这样 违反规费法 你知道吗 我们所有的规费都没有收这么贵的 所以我想委员如果能容许的话 我想我们希望请任务局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我们不是在做盈利 所有的规费是让有它应该适当的安排 可惜要求第一个 你们不肯减半 减半你们一本还赚一百 还赚一百一十一块 一本还赚一百一十一块 减半你们一本还赚一百零一块 六九九八百嘛 还赚一百零一块嘛 好如果你不肯减半 金片不准加价 恢复到一千二那你肯不肯 这个肯不肯 这个今天不要加价 肯不肯 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子 我们国人 你告诉我肯不肯 因为今天只给我们六分钟 我们国人事实上持有 你要报告你回去给我报告 我在这里就是要结果 来那你如果不肯减半 回归成本 好那你愿不愿意金片不加价 回去一千二 愿不愿意 目前我们反映的是 从这个机器可判读的一般的护照 到金片护照所反映出来的成本 错了 因为你的成本就七亿啦 我不管你什么成本啦 这个机器只是硬体的部分 你预算出 整个领事事务局所有的花费才十二亿啦 我已经把整个领事事务局所有的花费 全部当作护照应该吸收的钱了啦 你还赚一倍啦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 还有什么观念 在海外有将近四十万本护照 是是 这个不可能拿纳税的人 人的钱来补贴他们 好 因为护照不是 然后呢 可是那个也在你成本吗 护照不是所有人 那个也在你领事事务局所有的 所有的经费里面 护照不是所有的人 必须要持有的 没有要补贴 对折以后不会补贴 对折以后还会多出你所有成本的一百零一块 没有补贴 没有补贴 那来 部长 刚刚局长的意思是国内国外要差别物价 不是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把 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我们规划的情形 可以跟委员做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 为什么我们会定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是很简单的数学 我想基本上我觉得 你知不知道你们的价格 你们的价格在全世界来讲 你们的价格在全世界来讲 本期有一个表 你们的价格在全世界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价格 不是一个产品 我想这个概念上是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不能用它来赚钱 你们已经把它当做赚钱 我们不是拿它来赚钱 我们是提供给我们国人最好的服务 所以你们提供最好的服务 要包括很便宜的服务 对我们愿意跟委员做一个分析 把这个相关的整个的考量 所以你不愿意检讨 我们愿意来检讨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讯息 给委员做一个参考 而规费法的方向去检讨 打对折你们一本 整个领事事务局就12亿哦 你们签证替国库赚33亿 护照替国库赚24亿 收入24亿 整个领事事务局就只有12亿一年的经费 整个领事事务局 所有的经费全部由护照来分担的话 收一年可以吃两年 所以护照打对折是对的 打对折你们都还有 还替国库赚钱的 不要这样子海捞人民的钱 这个护照 护照这种收费方法 我觉得这个观念并不能反映这个事实 这是黑心规费啦 为什么这个国库的钱是我们大家的钱 对 可是是人民的钱 可是另外一个就是 是人民的钱 你们不能海捞人民的钱 去做你们外交部的成绩 你们海捞人民的钱去做外交部的成绩 你们违反规费法 我觉得委员 我想我们愿意跟您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违反规费法 好朝向规费法的方向去检讨 还有 今天主席最后一个 那个真的要替人民争取 如果我在换晶片之前 换晶片之前我的护照有十年奇效 可是第二年就换晶片了 我换晶片的时候那九年要不要加给人家 当初我原来不是晶片护照的时候 我是付十年的规费嘛 好 你现在让我必须重新换一本晶片 因为我要去美国嘛 好这个时候 我那九年就不合理 不公平 不正义 那九年要外交在他新办的这次护照 做不做得到 这一点做得到吧 这一点最微小了 至少这一点要做 护照的效期一次发都是十年的效期 对啊 但是你在制度改变之中 你让人民损失那么多钱啊 我才一年你就叫我换晶片啊 对 我有九年啊 有九年你让我损失啦 对 您刚刚提到的有关 你们太瞒了啦 什么都 谢谢